市面上的雷电显卡屋现在还是雷电3雷电4协议的 最近已经开始出现了雷电5的移动硬盘盒 这老张肖闹的瓜一转 那把雷电5移动硬盘盒里插一个NVMe转PCIe的插槽 那不瞬间就把它变成雷电5的显卡屋了吗 能不能行咱不知道啊 但是有可能老张要给你手搓出一个 英特尔9480芯片的第一块雷电5的显卡屋 动态带宽120Gbps 行不行不知道 大家先点赞啊 点赞的多了 没准翻车的几率就比较小 咱们开整衣服给它扒掉 然后把这个给它A怼进去 显卡一插就解决问题了 英特尔9480芯片 转出来PCIe4.0x4 然后接PCIe4.0x16 那理论上就是至少能跑到80Gbps呗 但是咱好像没有英特尔的雷电5的电脑啊 没事 咱只要测它能点亮 就说明这个雷电5是可以驱动的 插电开机 哎 亮了 明烦了 我这个迷你PC已经启动了 它也开始亮了啊 已经开始闪烁了 就说明开始走数据了 很兴奋的 显示适配器 哎呀 没认出来啊 热插把操作一下 走着 停转了 是吧 一切看起来还是驱动了的样子 识别不出来 哇塞 应该是英特尔9480这个芯片锁死设备了 可能 它应该是只让9480只能够识别存储设备 而不能识别显示设备 AMD平台的USB4平台下是不支持的 然后老张又换了一个英特尔平台 电4的笔记本电脑 拔下来 插上 USB设备功能受限 就说明当它插显卡的时候 在英特尔平台下也是不识别显卡的 你看它认出了一个Senderbolt 5 SSD 哇这就是实锤了 咱接下来就看详硕的了 详硕的USB4V2 也就是雷电5协议的 应该很快就出了 到时候咱们再实验 我又换了一块转接板 再来尝试一次 依然识别不出来